2024春节档于昨天圆满收官 中国电影已超80亿元的总票房 又一次交出喜人的成绩单 并刷新中国影史春节档票房记录 红红火火的市场表现 彰显出中国电影强劲的生命力 根据国家电影局初步统计 2024年春节假期 全国电影票房为80.16亿元 观影人次为1.63亿 均刷新中国影史春节档票房记录 票房前四名影片分别为 热辣滚烫 飞驰人生二 雄出卧逆转时空和第20条 今年春节档它相比往年的话 首先它的总票房和观影总人次 它是自2022年起 已经是连续第三年的上涨了 同时咱们的今年春节档的平均票价 它其实是降低了的 相比2022年和2023年 它是降到了50元以下 整体的画像都是更偏女性观众的 那相对来说可能飞驰人生二 它的用户画像会更偏男性一些 然后从购票的数量上来看 热辣滚烫它的多人购票的占比是最高的 所以它可能是最何家欢的一步 而飞驰人生二 它的双人观影的购票占比是最高的 所以它的社交属性会更强一些 第20条它可能用户画像上 它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加平均一些 那么根据我们的数据统计 今年的就是三四线城市的观影占比 达到了将近六成 那么这个数据其实是近五年来最高的 今年的省份的话 春节党票房贡献最高的是江苏省 然后是广东省 山东省是排第三的 城市的话前三名是北京 上海和重庆 2024年春节党 喜之电影集体发力 从单片表现来看 电影热辣滚烫 以27.18亿元票房拔得头筹 与高票房同样令人欣喜的是好口碑 该片一上映 就收到天南地北的观众好评 后半段真的是一直在哭 确实是很感动 而且我感觉他的处理特别的细腻 真的能打动每一个人 大家都能在他的故事当中 找到自己的影子 从最开始的一个家里蹲 躺平的一个青年 变成了后来的一个拳击手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 给人一种积极上上的动力 在人生当中应该有很多 我们需要面对困难的时候 当你失望的时候 或者说累的时候 想真的歇一歇的时候 你可以回顾一下这个影片 它给咱们带来的动力 还是挺大的 你到底为什么想打拳 看着姐的眼睛 说实话 就是想赢一次 当然她的减肥的话题 带有一定的行为艺术 但是其中她有很多的情感的表达 还有包括对这种人生 走出自我的怪圈 能够来实现自己人生的一个超越 包括这种 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职场 其实这样的一些 社会议题的表达和设置 让影片有很大的话题性 而话题性 就是吸引观众 走进电影院的 最大的一个吸引力 《飞驰人生2》 则以23.98亿元票房成为亚军 超越《飞驰人生》的17.28亿 成为韩寒导演最卖座的电影 它对于赛车这些桥段的这些呈现 是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准 应该说也带来了电影的一种视觉奇观 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对于人生的这样的一些体验 人生从这个低谷 再次经过自己的努力 去攀越自己人生的高峰 超越自己 那么这样的一种积极和进取的人生态度 也是令人称道的 《雄出没逆转时空》以13.89亿元位列第三 并一直拿下中国英史春节档动画电影票房冠军 《雄出没》系列电影总票房更是突破80亿元 《春节档》它是一个常胜将军 因为连续十年它都积累了很好的口碑和人气 而且这个电影在2024年春节 也创造了新的一个票房记录 应该说也为系列电影的创作 给我们探索了很多的经验 第20条紧随其后收获13.4亿元票房 虽不及去年张艺牟指导的满江红 但截至今日17时 该片已经以超8000万票房 逆袭成为单日票房冠军 你妈是啥 我是啥 你妈是皮蛋 你啥皮蛋呢 Clean嘛 Clean咱家女王 罕见的是 今年我们一起摇太阳 红毯先生 黄皮天降财神猫 八戒之天鹏下戒四部影片 接连退出春节档 专家对此现象也进行了分析 他们没有去深入的研究 并不是所有进入春节档的影片 都能够分到一本根 因为春节档观影 大家实际上就是抱着一种 放松放松再放松的一种心态 他们更愿意看到这样的 具有合家欢元素的电影 这几部影片跟春节档 独特的观影氛围和观影心理 有一点有利 所以电影它永远不仅仅是电影 它有更多的议题 今年春节假期长达八天 史上最长春节档应运而生 春节档票房强势产出 也助力2024年度票房 在2月16号正式突破100亿 目前随着春节档影片口碑持续发酵 专家认为春节档电影长线票房 仍具备较大增长空间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